欢迎收看明镜焦点 一年一度的北戴河会议即将到来 在中国政治局势不安 加上美中贸易战等多重复杂背景之下 中共高层是否会在北戴河明争暗斗 令外界格外关注 北戴河会议指的是中共高级官员 利用暑期在北戴河度假的休闲时光 就时下某些问题碰碰头交流看法 一般不会形成有约束力的会议决议 更多的是党内要员和退休元老表达意见 具有闲谈性质 但实际上具有某种对时局和政策评价和检讨的意味 这也就是北戴河会议受到外界重视的原因 根据中央社报导 习近平7月31日主持的中共政治局会议 为中国经济潜在危机定下六稳目标 稳就业 稳金融 稳外贸 稳外资 稳投资 稳预期 并对解放军今年底全面停止有偿服务 被部分人士视为 是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到来之前的立位之举 从六稳可以看出中共将财经问题列为重心 强调社会稳定工作要坐实 坐戏 坐深 可见北戴河会议即使尚未登场 中共也牢牢不忘社会维稳 至于北戴河会议要讨论的议题 报导推测有了六稳目标 加上近期内渴望召开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进一步寻求美中贸易战后的具体因应对策 因此北戴河会议上讨论同一个议题的必要性似乎不高 根据BBC中文网报导 独立学者邓玉文认为 北戴河会议更可能讨论贸易战对时局的影响 以及由此引致的中国社会微妙变化 何对中国统治会带来哪些可能的变数 更细的来说 中国当局可能会讨论如何定位中美关系 美国究竟是竞争者还是敌人 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已经结束还是仍可争取 和平崛起是否可能 中国的外交要继续目前模式还是收缩战线 民众对中共统治不满的加剧 是一种趋势性的长期现象 还是仅是眼下特定时点出现的问题 中国社会是否会爆发总体性危机 中共的执政风险是否在加剧 贸易战是否会引爆经济危机 目前的经济政策是否需要调整等等问题 外有川普贸易战 内部又有舆论谣言疯传 现在的习近平可能是他上台以来 面临到最严峻挑战的时期 根据法广报导 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所发表的一篇文章 我们的恐惧与期待 他批评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 政治倒退倒行逆施 引发全民恐慌带来严重局面 并提出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 平反六四实行阳光方案 公布官员财产 制止个人崇拜等等 另一位学者高涮文 可能处于安全考量而否认的演讲实录 暗示造成今日中美关系有如此局面 是因为现今北京当局忘记了 邓小平韬光养晦 绝不当头的疑讯 文章提到 中国与美国现在的关系 不是影响今年或明年的股票市场 而是会影响中国未来30年 甚至未来50年的国运 文章的结论还写到 维持中美关系过去40年正常交往的政治基础 已经荡然无存 尤其讲到30岁以下的年轻人最可怜 表示如果国家这次走错了路 这辈子就可以洗洗碎了 此外中共党内出现65后 70后接班人才断层问题 民间也出现反个人崇拜 假疫苗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外爆炸等触动社会敏感神经的事件 这次北戴河会议 高层权斗有没有暗潮涌动 评论不一 但学者邓玉文分析 以中共体制文化长期形成的人格来看 指望北戴河会议出现高官对领袖 哪怕是委婉的批评是不大可能的 退休元老虽然少了台上官员的顾虑 但也不会对领袖公然发难 不过会议将会清楚地表明党内高层的裂痕 面对中国如此舆情汹涌 更有分析指出 习近平要当终身领导人实在难啊 继续奋斗 以上是孙宇山为您带来的明镜焦点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